你的肠道健康吗?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,肠道要健康人群越来越多,尤其是今年来,肠道癌症的病发率呈现刚发趋势,关注肠道健康刻不容缓。 近期遗传性大肠癌,01遗传因素,02饮食因素,人体的肠道,是吸收营养以及排除废弃物与毒素的重要器官,但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,很多人们逐渐变得对炖吃肉或常年吃素,这些都是不客举的,建议大家还是要均衡饮食。 荤素搭配,肉可以吃,但少吃红肉,多吃鱼肉等白肉,要点少吃油炸,烧烤,腌制食品,尤其是要拒绝频繁吸烟,去嚼,烟草在燃烧的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致癌物质。 与从不吸烟者相比,发病率明显很高,雷三环境因素,大气的污染,水源的污染,家庭运化频等,也在一定程度上,影响着人体毒素确凭的高低。 零四生活习惯,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也是引起大肠癌发病的原因。 如经常熬夜,缺乏运动等,建议保持规律的生活节奏,且做办公室的人群更要经常运动,可以选择散步,慢跑等。 这样可以帮助肠胃蠕动,促进排便,减少肠导对毒素的吸收。 以上是关于打肠癌的一些发病因素。 你有没有中招呢? 若是有的话,建议要赶紧改正,尤其是有家族史的朋友,一定要更加重视。 那么,生活中有哪些人是大肠癌的高危人群? 根据我国的国情和大肠癌流行病学研究,有以下几个对象。 大便前血阳性,以及亲属有节制肠癌病史,以往有肠道腺流史。 本人,有癌症史,有排便新冠的改变。 符合以下任务两家者,慢性腹性,慢性便秘,年月血便,慢性栏胃炎或栏胃切除史,慢性胆盲炎或胆盲切除史,长期精神加异,又包紧信号。 肠癌是早期肠癌的筛查利器,发现大肠癌最有效的检查是肠癌。 可是很多患者都因为怕痛或担心对肠道产生伤害等各种原因,而对肠性检查弯而却步耽误病情。 张教授表示,随着医学不断的发展,其实肠性检查的设备和技术都在不断更新。 可以说,肠性检查对人体是没有伤害的,但毕竟是一种嵌入性检查,所以在检查过程中,会出现一些不适。 但这种不适是到部分患者都可以忍受的,而对疼痛特别敏感的患者,也可以选择麻醉效无痛肠性检查。 那么肠性检查有哪些是要注意的呢? 首先要认真听取医生介绍检查的过程,消除思想顾虑。 最后,肠性检查也是会有并发症的可能的,但发生率是非常低的,约0.1%,0.3%,最常见是肠窗口。 其他的如,肠道出血,感染等,除了肠镜检查,还有一些新的利器,如染色内镜,放大内镜,通过粘膜血管颜色深浅的差别来清晰显示血管走形的形态,弥补了普通内镜的不足。 对早期粘膜病变,消化到肿瘤掉面微血管形态模式,急炎症性,胃肠粘膜损伤等病灶的显示有较好的评价,细肉都会癌变吗? 随着经济能力与生活水平的提高,人们越来越关注健康问题。 很多报道指出肠细肉是肠癌的前身,大部分肠癌都是由细肉逐渐转化而来的。 但将教授提醒,其实细肉也分为肿瘤性和非肿瘤性。 非肿瘤性细肉,肿瘤性细肉,颈皮,管状腺瘤,绒毛状腺瘤和混合型腺瘤,它们与肠癌发生密切相关,约90%以上大肠癌发生与腺瘤相关,也与细肉的大小有一定的关系。 直径小于1厘米,2厘米和大于2厘米的恶变率,分别为1%,10%和35%,直径小于2厘米的绒毛状腺瘤,其恶变率为10%,大于2厘米的恶变率则高达53%,需要引起大家的注意。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,增生性细肉因起源于共同基底细胞,可以发生线流量变,所以临床上降起归为肿瘤性细肉,也建议要尽早切除。 阿斯匹林预防肠癌真的可靠吗? 又报答称,阿斯匹林能预防肠癌,这到底是真的吗? 薛教授介绍,阿斯匹林,是医疗史上三大经典疗物之一。 长期服用阿斯匹林,确实对降低节肢肠癌的患癌概率有一定作用,但是并不适用于所有人群。 并且,阿斯匹林存在的副作用也不少,引起耳鸣,听力下降。 有些患者服用阿斯匹林后可能出现耳鸣,听力下降,严重者甚至可能会引发耳聋。 肝肾损伤,部分患者经常,大剂量服用阿斯匹林后,可能会引起肝损害,临床症状为黄胆,转按人身高,肝大,肝细胞坏死等。 还有可能引起慢性间置性肾炎,寄生入头坏死。 尿中可出现蛋白,上披细胞,管型,重者可减肾小管坏死和肾功能损伤,胃部损伤,服用阿斯匹林较为常见的副作用。 副作用就是刺激胃黏膜,引起胃灼热,恶心呕吐或消化不良等症状。 其他,长期大量服用阿斯匹林,还可能会一直凝绝为缘的形成,引起凝绝障碍,加重出血倾向。 所以,如果打算定期服用阿斯匹林,那么一定要与你的医生上量,并请尊医嘱,其实预防肠癌,还是应该从治体重。 建议,调整饮食结构,减少肉食,多渗入高纤维食物,坚持规律的运动,保持良好的心情等等。 世界癌症研究基金会提出了六条防癌生活方式,可以供大家参考。 多吃善食纤维食物,并长期监制这个饮食好习惯。 在每天饮食中善食纤维食物,如蔬菜、水果、菇类和豆类,应占三分之二以上。 每天饮至四零零,八百克果蔬,最好是五种以上。 每天吃六百,八百克各种穀物,豆类,植物类根精。 二少吃高枝食物,特别是动物性脂肪,每天吃红肉鸡牛、羊、猪肉不应超过九十克。 最好是吃鱼和家禽以替代红肉,选择恰当的植物油并节制用量。 三不吃烧椒,隔夜的食物,直接在火上烧烤的鱼和肉或腌肉,熏肉中含有很强的致癌物质。 四肩之体育锻炼,如果工作时很少活动,应该每天有约一小时的快走类似的运动量,至少还要进行每周一小时出汗的剧烈运动。 五不提倡饮酒,即使要饮,男性一天也不应超过两杯,女性一天不应超过一杯。 六食品中的添加剂,污染物及残留物的水平,低于国家规定的限量是安全的,但使用不到可能影响健康。 专家,推荐,实业教授,测试门诊,周二上午,专家门诊,周三下午,张德宁副教授,专家门诊,周三下午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访问TT 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